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政务阳光 华策影视 柠檬影业 词文传媒 耀歌传媒 新力传媒六代影视制作公司 共同发布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 抑制行业不振之风的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 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首次明确立演员的最高片酬限额 及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 单 歌演员的单集片酬 含税不得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专题 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联合声明 据美金记者独角了解到 爱奇艺 优酷 通讯视频 三家视频网站 以及正午阳光 华策影视 柠檬影业 词文传媒 耀科传媒 新力传媒六大影视制作公司 是昨天下午在国家广电总局 达成那限制演员片酬的执行标准 并于今天上午九点共同发布 关于一致不合理片酬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这是三大视频网站和六大电视剧公司 首次联手 共同抵制天价片酬 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分为两点 以示共同抵制艺人天价片酬现象 倡导成本用于制作 投入服务品质 演员稀比天大的行业风起 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 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 三个演员的单题片酬含水 不得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 其总片酬含水税 高不得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二是共同抵制偷逃税 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 共同倡导连结之风 红阳浩然正气 我们承诺在影视剧制作 构销等环节中 加强行业自律 杜绝各种荧幕变向涨价 偷逃税 贪污 行费受贿等违法 附带线上的资深 上述三家视频平台 六大影视制作公司 均是行业内采购或制作 头部剧的公司 头部剧制作成本高 一般用一些明星或流量鲜肉 片酬自然不低 也能够创造丰厚利润 如今 联合声明出台 意味着影视行业 将从此和议员片酬说再见 同时 近来出现的动作有70级 甚至近百级的古装带IP系 大女主系将不再有市场 因为她的在涨 业员最高 也只能拿到5000万的税前片酬 值得一提的是 联合声明与前部球中宣布等多个部门 发出的通知密切相关 6月27日 据新华社报道 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电影职 等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添加片酬 阴阳合同 偷逃帅等问其的距离 控制不合理片酬 推进依法纳税 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中宣布 引发通知通知要求 现阶段 严格落实已有规定 每部电影 电视剧 网络 视听节目 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拼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通知 通知提到的已有规定 是来自于2017年9月22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 中国电视剧制作插件协会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 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 通知同时强调 要制定出台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 明确演员和节目嘉宾最高片酬线额 酒家代表公司发出联合声明 正式明确了通知 要求的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